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7月29日凌晨时分的桑普伦静 一日忙到晚上, 希望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奥运的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引起了一些争议 我以下讲这次的内容, 我都希望我不会带情绪性的跳跃性思维去处理问题 都是一如既往, 都是用事实来说话 做好research, 不要只是道听途说, 或者带着意识形态的想法去看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 有多少分证据, 说多少分话, 这个很重要 Vivian 江敏惠, 很多人恭喜她, 我看到今天只是洗版 无论是所有的社交媒体, 都恭喜她得到这个金牌 那奥运呢, 香港的队呢, 有第三面金牌了 一面呢, 是这个96年阿特兰大奥运呢, 李丽莎嘛, 滑浪风凡嘛 那之后我们记得是之前, 没多久之前呢, 张家朗有这个金牌 那第三面金牌呢, 就是这个瑞剑, 又叫做长剑, Ape, E-P-E-E, 其实是一个法文字 或者拉丁文的字, 然后他翻译成为英文的话呢, 很难翻译 Ape, E-P-E-E, 即是这个銳剑, 或者是重剑的剑击手 那他通称他是Fencer, 这个是最宽繁的意思 就是击剑的, 剑击的运动员 他是女子的剑击, 或者是锐剑, 或者是长剑的运动员 他是奥运金牌得主, 他出生的时间, 据人家说是94年2月8日 即今年是30岁 他早年已经在亚洲青少年的锦标赛奪得多面奖牌 两度当选香港结出青少年运动员 参加成人赛之后, 先后代表香港出战三届亚运, 赢得一银五铜 亚紧赛先后赢得三金四银六铜 他跟着曾三度出战奥运, 带领香港女子锐剑队历史性滞生奥运团体赛 并且在24年的今年的巴黎奥运, 赢得女子个人锐剑比赛冠军 他曾经赢得世界杯四次, 大奖赛两次, 奥运一次 亦是香港第一位细感赛奖牌得主, 世界排名更多次位居第一, 创造香港历史 他本身在国际学校英基沙田学校毕业 但如果再说早一点, 他二两岁, 当然跟他没有关系 他爸爸妈妈呢, 带他移民去加拿大, 六岁回到香港 所以这都是他爸爸妈妈的事 你看回他94年出生, 二两岁就基本上去加拿大 即96年去加拿大, 然后2000年回到香港 我会认知就是曾经有个信心危机, 即不要跟我说想呼吸加拿大新鲜空气 97年的信心危机, 接着他爸爸妈妈去了加拿大 接着就是四年之后,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回到香港 好, OK, 那之后至少在香港成长大, 我相信他没有加拿大的回忆 当然你说有没有回忆? 有, 是吧? 即是两岁之后人一定会有几亿, 但六岁之前的事很淡薄 回回来主要是香港这个特区过去的童年 他至少是学习这个台拳道, 拥有儿童黑带流冰古增画画, 很多活动 例如参加巴雷姆, 学业表现出色, 就到一间香港小学, 北架山小学, 和沙田学院 OK, 那就是这个英基的沙田学院, 起码他家有米, 你不要跟我说 你没有钱可以进英基读书, 有钱不是罪过, 绝对不是 即是肯定他家的情况不会太紧绝, 起码赚到钱, 也供他女读书 这个完全没问题, 是正常不过 他在11岁的时候, 接受女子锐剑训练, 就是AP 练了三年就斩路头角, 13岁就已经月级取得2007年 全国少年锦标赛U17组的冠军 他说自己喜欢锐剑, 原因是锐剑动作有点像台拳道 既有台拳道的速度也有巴雷姆的优雅 他的击剑队的总教练黄瑞基认为, 江敏惠性格开朗奔放 因此战术运用上份外有胆息, 即是成功的重要元素, 加上他的距离感和节奏感强 即使和成年选手也有力去一拼 劍乐会教练陈伟敬指出, 江敏惠具有良好的身体质素, 天山是左腰, left handed 加上手长, 脚长, 人高 本身具有先天优势, 坚持不下的锻炼, 充分将个人潜行发挥 当然他在读书的情况, 我想2008年他有很多比赛, 这当然他完全没有问题, 我不会有任何批评 当然在2012年他成功下落史丹福大学, 美国Stanford, 修读国际关系学士学位 那就有期许, 就希望入联合国工作, 其后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碩士 2021年9月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律专业课程 Jurist Doctor, 其实这是法律博士课程 其实他不是说那些好像研究生那种情况 香港来说, 读完一个学生, 就可以在香港报读JD Jurist Doctor Jurist Doctor如果有之后,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 最近这十年 就可以被Jurist Doctor考考香港律师 所以他也可以读完JD之后去考香港律师 所以他也有立志想做律师的工作 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每个人人各有志 我会觉得他读人民大学法律碩士 我们看回过程就是, 你在英基读书 去美国读书, 然后去人大法律碩士 去中大读JD 我觉得是好, 你见识不同的东西 我不会认为这件事是我觉得要抽情他的重点 我从来都不会认为, 一个人要是从他的学历方面抽成他 或者说你要从其他方面, 我要从什么抽成他呢? 他的言论行为, 就会说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对江敏惠有意见? 不是因为这些事情, 不是他的学历背景 或者他家人有钱, 这些完全没有关系 真正的重点是他的言论行为, 站位, 这个重点 他有没有真正做一些令人觉得似男的事? 起码在我心目中, 真正的香港队就是96年, 或者之前 香港, 港英时代的香港队, 自由奔放 真正凭自己的实力取胜 李莉莎说多少拍多少广告都好 我会认为他没有做一些违心的事 你看张家朗怎样都好, 我会觉得 我也知道极有可能他是蓝丝 但我不是用这一点来画线 即是说今天他是蓝丝也好 他有没有讲一些, 做一些, 令人觉得不搞错的事? 而我最基本的一点就是 你stand with CCP 去做一些 对香港人不利的言论 或者行为 这个才是我判断一个人的标准 是吧? 那如果有, 那我们就要很清楚跌出来 同样的 同样的 你判断一些评论人 我不想同行相庆 我不开名说 有些评论人也好 有些律师也好 我们不是从他的出身 他读什么书 因为每个人读书 投家学校有个动机 这个在所不问 是在于他客观的行为与言论 我先指声明这一点 所以大家不要表错情会错意 接着你看到他今届就奪到冠军 准决赛15比11击败爱沙尼亚的选手 出入决赛和法国选手竞争 期间处于劣势 分差达到1比7 后来在第三局追评到12比12 在加时赛一分决胜负 13比12赢得个人首名奥运金牌 也是港队历来第三面的奥运金牌 他基本上拿的水盖相当多 香港结出运动员1819年都有 结出女运动员21年22年都有 结出青少年运动员0810两次当选 而最重要的是 2021年拿到香港十大结出青年 你说这个水盖人来颁给他 说给大家知道 你认为2021年这个时空 就是简单来说三年前 颁给你一个香港十大结出青年 如果没有政治审查的话 你会相信吗? 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OK? 好了 接着我们逐步来看 第一 他在人民大学读书 OK? 接着他写什么 他研究什么 很多人都毁莫于心 最近呢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在这个江敏惠去拿到这个金牌之后 在微信公众号发出一个文章 你自己去找回 人大 不是全国人大 人民大学的人大 人大学子江敏惠 巴黎奥运夺金 这篇文章 介绍江敏惠Vivian 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21届石事毕业生 他的老师叫莫于川 莫于川 莫于川 教授 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 是什么了 大家自己看回莫于川的很多著作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都涉及到很多古怪的东西 比如你的老师欧阳峰 你都不一定要做奸人 看这个欧阳峰 这个莫于川说些什么了 他说 他就是说江敏惠 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 非常克服自律 他的论文题目 与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关 他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为香港特区的发展 为祖国的发展作贡献 看这位学生 莫于川 恨是自豪 未来 他说未来 希望他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 他继续努力 取得更多突破 这个之前 莫于川就知道学生要参加巴黎奥运会 他说 我一直对他很有信心 得知江敏惠逆夺金 莫于川又说 这位学生不到最后一刻 不会放弃 而且会越战越勇 面对之前的成绩的起伏 他都能够认真对待 性不交败不累 这些是刹下的东西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论文题目 与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关 这一点 显然 就是看得到 他写一篇文章 不是写一些 一些经济的 经济法的 刑法的 訴訟法的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题目 他在说香港 即他的论文题目 肯定在说香港 很多有些人留言 在我Facebook 就说 他可能在说 就是 用这个方式来说 两制好 两制厉害 两制呱呱叫 我就说 当他的老师都可以说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没有可能 在人民大学这个环境之下 说得出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就是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港人治港 根本上就要民主普选 不会说这些 他的制度优势一定说 一国大过两制 全面管治权 喂 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已经是到这个位置了 全面管治权 听不明白 这些东西就是他整篇文章要说的 你写这些题目 你写这些题目 你不政治正确 可以在一个党国红色的学校里面 现在是2021年代 你觉得可以不倒业吗 我是不免有很大的怀疑 即是你如果没有读这个所谓的法学碩士 而当时你是在习近平的时代 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碩士 你说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然后你的教授或论文就是说这些东西 如果是事实 你可以不刷鞋先期 这个是你的投名状 对共产党的投名状 你这篇文章是刷共产党械 这个就是最大的疑点 好了 接下来还有的 连特首去到这个局长都热血足寒 特首李渣昭当然就说 吴敏惠 吴敏惠 你完美打出不会放弃的香港精神 即是他那个说话 好像跟你很熟 吴敏 是吧 家超 跟你说呢 渣招 你什么叫敏惠 好像文西 江文西 江门文西 你自己想想 所以就说我现在不说那些气弱他的话 李嘉超 你和江文西很熟 认亲认戚 人家就当自己是亲戚 人家就不理他 这就是官员 官 两个口 好了 唯一唯独有个人 除了特首之外 还有保安局局长 点名最支持 说他就是屡次重剑个人赛 金牌得主江闻惠 能够成为邓炳强力支持的宠儿 原来与保安局颇有渊源 除了曾经与保安局少年制服团体 分享仍难以上的经验 也亲身教消防及救护青少年团 劍激技巧 他透露小时候一直想参加制服团队 觉得着制服卖旗好似劲点 这个就是江敏慧的想法 好了 接着看下去了 对于社会 江敏慧也有他个人见解 反送中事件运动期间 当时右脚受伤的江敏慧 以脚伤比与香港亦受了伤 我等一下会读一段给大家听 他受了伤 是说港共政权受了伤 他觉得社会的和谐受了伤 一日最坏的那个家害者 就是后面那些了 那些什么破坏法治的人 那他的法治呢 不是我说的法治 他说相信香港会好像他的伤患一样 很快就好了 你想想 如果江敏慧说的香港受了伤 相信香港会好像伤患一样 那么快就好了 而如果这些说法 真的可以用他多重诠释的话 那这些共产党的爪牙 官员怎么会这样热捧他呢 后面见过他的交过心 即是说你说他受了伤 香港会更好 是说港共政权受了伤 中共政权会更好 他并不是说香港人会更好 他才会有这些他被人高捧的地方 当时他的原话是怎样说呢 我先评给大家听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2019年7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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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前的7月 江敏慧是以自己右脚受伤作比喻 而用香港受伤 他说我相信香港人一定做得到 一定可以克服得到 就好像我膝头一样 一定会好快好快 所有困难克服到之后 就会没事 我们一定捱得过去 做得好 香港会变得更加好 最基本 他起码世界里 容许多重解释 跟着之后 暗通后面的款曲 才会有今天 他有参加很多国情培训班 他才今天得到这帮港共官员大力支持 你试试我说这番说话 会不会这样的支持 不会 因为一路走来 被党国严格审查 证明他说的受了伤 是港共政权受了伤 好是中共政权不会好 然后他说眼见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争议 因此公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碩士 这个就是point 就是说他看到眼见民主派半导派 觉得一国两制是很垃圾 我们的命运自决 OK 然后看到这个港共政权 就说不行 一国高于两制全面管治权 OK 那么他于是乎要学习 要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碩士 希望由中国角度了解中国 这个不是我说的 他说的 由中国角度了解中国 这些就是很世界里的东西 但是他的身外已经告诉大家 这种东西 你哪个地方读书不要紧 但是你觉得争议就是觉得你已经先入为主 政府是对的 人香港人是错的 看中国角度如何了解中国 觉得 中国天朝大国当然是对的 以中国人为荣 对不对 又认为法治和运动 即是他sport的精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希望读法律伸张正义 不知说什么差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法律只是规则 遵守规则就等于法治 遵守规则就等于运动 有规则不妥的 改到他妥 但是规则不可以被公民抗命 这个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思维模式 所以这一点我让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江敏惠 江敏惠奪金之后 邓炳强在他社交网站发文就说 我最支持最支持的劍激誓一 Vivian 你想想 意思就是和这人很熟 而且最支持 一开始最支持 邓PK喜欢的人 你没有邓PK喜欢我 当然不会 邓PK喜欢什么 阿赳 阿伦 肥妈 帮中讯 怎么会轮到我犯呢 不会 他会轮到江敏惠 可见Vivian不得了 他最支持的劍激誓一 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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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敏惠 刚刚为香港赢得首名的奖牌 还要是金牌 真的非常开心 好为你骄傲 香港队继续加油 他还留下一大堆的hashtag 就是说 真是很厉害 逆转性 工房区阶 好消息一定陆续有来 邓PK赛前已经看好江敏惠 扎金 在几日之前分享的片段中 邓PK没问到 最希望哪位运动员赢金牌的时候 当时中美赢金牌 他问到最希望哪位的时候 当然是劍激势一江敏惠 因为他很支持我们 保安局的青年工作 因为他很支持我们 保安局的青年工作 那还不是帮共产党围护作枪 我不管你蓝黄 我不贴这标签 你今天 你帮共产党 核下的港共政权保安局 做青年工作 成为了这个满手鲜血的 邓PK最支持的人 你跟我说 他是忍辱负重 他说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理解 他说 为什么成为邓PK的宠儿呢 香港另一个报道就说 原来与保安局抱有渊源 他说 他说在2022年2年前10月出席保安局青少年制服团队领袖论坛 为15-25岁的青年想先到课程 分享刑难以上的经验 这就是洗脑班 国情班 港 同场的保安局局长 董PK活动后 在Facebook特别点名一名升级嘉宾 他说包括大家很喜欢的香港剑后 江敏慧一起说好香港故事 你看看 2022年 他说希望论坛能够加强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 为国家安全意识等议题出谋献策 所以他就是中国人江敏慧 是不是 好了 2023年4月去年 江敏慧出席消防及救护青年团的分享会 向少年团园讲述劍击的生涯 踏赏国际比赛舞台的经历 以及受伤时身处低谷的心路历程 更亲身教授劍击技巧 令一众小朋友透视 其实大家了解那些共产党地下党 民建联、工联会如何运作 知道昔日 就是叶国华这些学友社 比如叶国华、梁武贤那些学友社 或者所谓的青年乐园 曾育成那些人 青年乐园 这些灰线的组织 就是不断利用一些人 他根本上是共产党的人 然后讲一些经历 experience sharing 好像没有什么政治的东西 其实背后隐藏的都是政治的意思 关键时候这些人被动员起来起作用 你觉得这些叫消防及施救护青殿团 根本就是一个二个 一些胚胎组织 即是共产党培养的embryo 胚胎 而这些胚胎进去的人 可能最后被洗走 掃地出门 选过卓再跟着入党 不断的问人入党的 你看张国坤那些人都这样下去的 这些这样的情况 就知道他是一个tutor 找他们分享经历 就是希望共产党利用他说的东西 来使得入党的人 再征挑细选 所以他做的事并不是分享经验 重点是什么 用软的方式来帮党做事 不是怎么说最支持他 是吧 好了 江敏慧奪奪奪金牌后 消防署也是昨天28日发出他的post 重提江敏慧去年出席分享会 祝贺江敏慧奪金 消防署上下继续为出席奪奪的 中国香港队 运动员打气 无论输赢 你们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誓一 这就是江敏慧说 好了 接着2021年10月3年前 江敏慧也担任第四届香港青年服务领袖奖的宣传大使 他在分享时少言小时候一直想参加制服团队 有些人说什么小林智玲或者很深到白 完全不像 我不批评别人的掌相 但真的不像林智玲 小时候一直想参加制服团队 觉得穿制服卖旗好似劲点 他又期望在运动上的佳积能够啟发更多人投入社会服务 让运动变得更有意义 香港青年服务领袖奖奖励有15个青年团体参加 当中包括卫人熟知的少年警信 香港同军协会 香港红十字会 这些制服团队到今时今日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接着讲法律 他讨法律 他怎样看律师会 香港律师会 就是HK Law Society 律师Solicitors 的一个协会 这个会究竟他是怎样看 记住当时有两派竞争的 一个是表面上称为专业派 和表面上称为开明派 开明派就是比较 一些中间派和民主派的人士 专业派是什么 亲共是爪牙 大家很清楚 是不是 林定国现在那个是什么 律政司司长 都不是专业派 就是这帮亲共媚共的人 江敏惠在哪里呢 读这段报道给大家听 文武佳能的江敏惠 对法律也有心有兴趣 中学后升读 美国士丹福大学 主修国际关系 毕业之后 再读中国人民大学 公读法律学法律碩士 被战巴林奥运期间 在中文大学公读法律博士 JDR 2021年8月 香港律师会 理事会改选 被视为亲建制正阵营的 这班五个人 组成一个专业派名单 就是王考恩 陈国豪 傅家绵 袁海英 和岑君毅 五个人 组成一个专业派名单 对凳 被视为开明派的白洛德 韦恒利 马秀文 和罗章立 算是半个法律界人士的 江敏惠出席 半个法律界 他根本上都未做律师 也都未实习过 也都未考到律师 OK 这个年轻的 今年30岁 当年呢 他是多少岁呢 自己扣的时间 27岁 半个法律界的人士 其实是学生 江敏惠出席 专业派名单的 视像对谈 透露当初 读法律 希望了解更多打剑的制度问题 Its bullshit 即是说这些 你读法律 可以了解你打剑的制度问题 你不用读法律 你打剑 了解这些规则 你就了解很多打剑的制度问题 跟读法律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亦想伸张正义 这是 bullshit 认为法智和运动精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就刚刚我说过 就是他那些获名其妙的奉励 接着我看回 有关的报导 越或越多 就是 很有趣 那 他说呢 刚刚说 他很想向中国perspective 视野 去角度了解中国 加上香港近两年对一国两制的争议 希望有知识才可以发表意见 接着说回 刚刚用专业派的五个人 他说 他为什么想到法律呢 不知道各位同业 又记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律师呢 强调五个人一直坚守初冲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江文慧说的 各位 你们记不记得 你们五个亲共走过 这个我说下去了 这五个人 你们不是专贵的律师 记不记得当时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律师呢 你们五个人到今天 一直坚守初冲 维护公义 守护法治 希望大家支持 那当然了 在2021年 之后举办的律师会改选 之后举办的律师会改选 当然这一班专业派 建制派 亲共派 微共派 就是在2021年8月24日改选 全都上位了 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 当时的情况 很奇怪 好了 江敏卫 讲这番说话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 他也是 出任了很多很多 就是他那个 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 帮律师会这几个人 去 强心针 OK 那这一点 是很清楚的一个 讯息 那继续看下去 他就 江敏卫 亦都是 参与很多青年工作 今年7月 更加入了 刚刚 加入了香港精英会 出任執委 前港队七人篮球运动员 姚感盛义 名单里面 精英会 这班精英会 大家听清楚这个名字 香港精英会 香港精英会是怎么来的 大家可能没听过 是由参加过 国家行政学院等 中央级培训学 培训院校 国情研习班的 香港青年组成 再说一次 精英会是由参加过 国家行政学院 等等的中央级培训院校 国情研习班的 香港青年组成 他的宗旨是下面这二十四的大字 汇聚青年精英 研究传播国情 研究传播国情 关注社会热点 构建时政 致富 基本上是做一些敦点的地下党 所以江敏惠 一定是保持这个特征 一定是保持这个特征 香港政治 很世界里的感觉 根本就是已经被共产党 cherry pick 由这个培训班 入队 执位做事 有些人就说 他可能做鬼 即叫做 无间道 换言之 他本身是个黄尸 但他进这些地方 希望 撑出一片天 变木变 最后就会 南加南变黄 最后就会 出人头地 倒魔一击 你信不信 如果按照这个猜测 所有民建团 那些什么工联会的人都这么说 你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告诉我 不知江敏惠其实是一个黄尸 但事实上是一个渗透在共产党内的蓝尸 我先不要说黄蓝 是亲共 但事实上是反共 这些人你想想是什么的情况 是吗 刚刚我说的 就是说 专业派名单 那件事 你看看他支持这件事 那又是什么情况 什么叫做 他就很想由中国的perspective 和角度了解 中国 加上香港近两年 对中国一国两制的争议 就是基本上 他就是 觉得这件事 就是说 要如何亲近中国做这件事 好了 说到这里 这么多事实 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都觉得 我分析是没有道理的 那我也很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但我只是说去今天 今天之前我不认识这个人 OK 但我看很多里面 我越滑越里面的资料越多 你会发觉到 喂 不妥 江敏慧 是个亲共的人 你说 嘿 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政治 你怎么这么极端的 首先 你认为我极端 极端吗 我拿把刀斩 他们的极端 我从来都不是 我不是杀人狂魔 我欢迎大家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但你不要贴标签给我 你是极端 你是黄丝 你是想一遍 有些人说 这个世界还分什么蓝黄 你现在还说这些东西 口都臭 这些人 如果你没有胆肥女 因为这样说 我不会怪你 但如果你很认真地说 这个香港还分什么蓝黄 还分什么亲不亲共 或者反共 你分不分蓝黄 我不怪你 我只是说 你今天说的言论和行为 是不是亲共 你今天的言论和行为亲共 不好意思 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莫 江敏慧 江敏慧 是不是去到一种呢 我今天要找人打死他的地堡呢 不是 当然我们不会做这些事 但你问我江敏慧 是不是自己人 当然不是同路人 你说 很多运动员都是蓝丝 他们做成蓝丝的话 他们为虎作枪 起码在公开场合 不会说这些东西 你不会成为精英会的成员 你不会成为帮助律师会的这一班 出来视讯会议 和这一班香港律师会的建制派 所谓专业派就是建制派 他鼓与呼嘛 跟着在人民道道写篇文章 讲一国两制的优势 和他的本质 而得到党操控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的垂青 你不会说你会得到李家超最支持这个光环嘛 一来到奪金之后 李家超会说 不稳为你完美打出 打出不会放弃的香港精神 不是说这些东西吗 你根本就是共产党的很大可能的地下党员 不是统战对象 你有什么值得统战对象 香港你已经密不透风 只是一个地方 所以你根本就成为了着凭重选的地下党员 这是我的猜测 我没有证据 是我的猜测 即是用推定的方式大家知道 而你说的 你做的东西 党对你的order就是什么呢 不要将你自己亲共的东西过于表露 要内念一点 世界里一点 吸引多些人支持 这个就是他的mission 而你认为我的分析不对 你可以说出你自己的分析给大家听 跟着你说他聪明 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政治 你别这么极端 我只是告诉大家 你别这么蠢啊各位 政治归政治 体育归体育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共产党都不会这么看的 真正体育叻的 真正代表香港的 一 在97年前 真正的香港队 第二 就是那些 因为李大违城事件 李大事件 然后被控暴动的 有些很结出的香港选手 詳情我不想说名 真是很心痛 大家可以找回有关的报导 看看 结出的香港选手 这些才是我们 心目中真的是香港的 代表香港的人 所以江敏慧不代表我 江敏慧不代表香港人 江敏慧只代表港共 中共 他们这些组织 而他这件事 我不是说 今天呢 是共产党 就是抽江敏慧水 我不会这样认为 他不是抽江敏慧水 江敏慧本身是共产党的人 和抽水无关 是自己人 才刚刚有一系列这样的奖牌 律师会的事件 李家超 接着就是这个 邓炳强 接着还有19年的 他那些滑不留守的言论 是不是 你想一想 这些全部是为他量身订造的 所以各位 不要那么蠢 不要那么向怨 你说我有没有 jump to the conclusion 我认为他是党员这件事 我是做了推定的 我没有十足的证据 但我是八九不离十的 有时做人有些common sense的事 这不是法庭 这是做common tree 我觉得这是八九不离十的推定 我容许反正推翻我 但你不要跟我说 你不要那么极端 是不是政治归政治 体育归体育 香港人就开心一下 难得开心一下 为什么不开心一下 他的女孩 可能他自己做 这个无间道 有很多可能性 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解释 不断地麻醉自己做一些不同的事 但外面的人我看得很清楚 我希望大家不要丧失 common sense的能力 不要为咬而咬 而是摆事实讲道理 把事情讲清楚 这点才是重要的 希望大家警惕 希望大家不要再宣扬 包括台湾的媒体 包括香港的媒体 我们都是哪个媒体 不要再一路这样讲 或者Facebook里面的人 我其实这些得罪很多人 我都不怕得罪人 怕得罪人就不要出来说话 我就说 各位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或者各位社交媒体用的人 各个媒体 希望你们不要那么高捧它 这些报道的新闻就是说 世一江敏惠奪金 平淡如水过去 接着说 报道这个李家超撑 邓炳强撑 说事实行 不要把他塑造成为 香港的小林志玲 不要把他賀塑造成为 香港的立雕像 觉得他很棒 很兴奋 香港人的光荣 香港人的骄傲 我觉得很嘔心 不好意思 Fact 你可以报道 我不会阻止你报道Fact 但不要加入一些很支持他的情绪 觉得好像香港人如有榮言 终于落到金牌了 No 接着他回来的时候 港府一定扮一些parade 或者给他公开良上 到时候你莫为言之不如 他一定支持全面管治权等等 当然他不会那么红 刚刚说过 他现在是灰线的 但是他是一个熊猫暴暴 被全部的人利用着 来做不同的事 接着那个人 你看江汶惠很修炼 没有去支持共产党 我莫为言之不如 我今天跟大家说回 一开始这种情况 应该看得到他有什么人 很清楚 是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 多点了解香港的情况 香港已经 大家值得关心的人太多了 黎智英 黄之锋 戴耀廷 何俊仁 李卓人 是否Carol 毛依依 四十七人 案各被告 是否周幸彤 还有很多很多知名 与不知名的人士 年轻的 中年的 老年的监狱 那些更加值得关心 更加值得我们觉得 香港人的代表 今天竟然是要吹江吻伟 Are you wrong? 你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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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问题 不要做一些 自相矛盾的事 轻重失衡 忧似不分的事 起哄 跟风 拿点击 这件事是问题 我通常不关心 因为误解的人太多 我希望借你的机会 和大家分析这件事 希望不要再传有这些 香园 香园 这个香园 是害瓜很多人 香港人未必忙于 遺忘 可能香港人那种 意识如果要灭亡的话 可能香园 即是是非不分 善恶不明 和兴泥 无所谓 还要跟大家说 你不和兴泥的人 这些人肯定是极端的 这种就是我很担心的情况 这才是我最希望大家 反省的一件事 如果有做错的 后悔改变 未为晚也 我不会把所有人 觉得你魔鬼看待 我都有做错的地方 我都有写错的地方 我都有想错的地方 我常常反省自己本身的问题 是吧 但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反省精神 看多些东西 了解多些 不要跟风 跟风是一个人性的一种惯性 Inertia 很明显的 但是这个人性的一种 堕落的表现 或者缺陷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支持真香港人 而不是郭文慧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再说